前十七拍下一輛黑色轎车 在路口准备回转 对象直行的蓝色轎车 发现后里可右切 结果后方骑士闪避不及 直接追尾 机车零件喷剑 整个人也腾空飞起重摔 驱后车赶到现场时 机车横倒在马路上 后方已经摆放了三角追警示 不过骑士伤势严重 送上救护车时已经动弹不得 紧急到医院开刀治疗 车祸地点发生在台南仁德 22号深夜11点多 在中山路跟中心路口 因为小客车驾驶回转 结果造成对象 另外两部汽机车碰撞 骑士仪式没保持安全距离 整个人被撞飞 机车也很惨 车壳破裂 车等也被撞破 而被骑士追撞的 还是一辆进口轿车 遇闪避回车车辆时 遭后方执行机车 仪式为保持安全距离 追踪三名驾驶人 酒车职均为零 三名汽车驾驶都没酒驾 只是这一状是骑士 没保持安全车具责任大 还是这辆回转车 医药费跟车损赔偿 还要由警方进一步 鉴定相关造折之后确认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